大家好,我是Jesper 今天我們一樣要試駕E-Class W213 不過今天跟我們買的那一台220D有點不一樣 哪裡不一樣呢? 今天我們試駕的是E200的車型 它搭載的是一顆2000cc的汽油引擎 那我們主要針對 今天的試駕主要針對兩款動力的區別的差異 還有它搭載的一些配備上的不同 以及開起來的感覺 來做一些比較 那明天會有賓士針對這款W13的一個智能駕駛TN0 那我們都知道這台車其實是集結賓士現在很多最新的 科技包括足備用安全科技那些在這台車上面 那明天我們體驗過後也會有一些心得的分享給大家 喔這關門的聲音非常的扎實 那當然我們這次試駕的E200呢 跟我們那台220D最大的差異就是在中一部分 那今天試駕一整天下來呢 我是覺得 這個 柴油引擎的優勢其實是非常的大的喔 那首先就是它在低轉速高扭力爆發的這個特性喔 其實在這種中大型的豪華房車上其實是非常的堪用 不過呢我認為這顆汽油引擎在它的出力表現上 確實是比較疲弱一點喔 不過我認為還是非常適合 套用在這台車上還是非常的夠用喔 以它的車格啊1600公斤的重量 我認為都很OK 那 嗯 我覺得 在這個 大家常講說 柴油引擎在 鬆高轉速的區間會 再加速的延展性會比較差喔 但是我今天開了一整天的這顆 2000C漆油引擎 我倒是認為 兩者之間的差異性沒有很大 那 也不是說 這顆漆油引擎的表現不好 其實我倒認為是220D上的柴油引擎 它的 呃 出力的線性已經設定了非常的成熟 那 其實汽油跟柴油 這兩個 目前所開過的 我開過的213 W213的這個動力喔 都有一個最大的共通點 那就是真的非常的安靜 引擎式的隔音 做得非常好 那除此之外呢 我覺得 我覺得W23的 在風切身的 意志上 也非常非常好 那這跟它整個 呃 新世代車體設計 這個低風族的 速球 其實有很大的關係喔 那 這樣子的 呃 會有一個怎樣的效果 就是我們現在時速已經差不多 到 呃 3號的最高上限 neath110 我覺得實際開起來 好像再開快速道路七八十一樣的感覺而已 那 呃 懸吊 在這個 路感處理上 很紮實很穩 那 引擎 沒有傳來什麼噪音 風切神 也很棒 所以我覺得WA3真的是一款 就是賓士在各方面車體的這個 不管是科技也好或是一些技術上 所展現出來他們最新的一個價值 作詞・作曲・編曲 李宗盛